进口蛋的争议 前农业部长陈吉仲下台之后 虽然是有稍微止血了 不过最新的民调还是显示 有超过56% 也就是一半以上的民众是不满意 政府这一次对于进口蛋 风暴的处理方式 不过大家关注的是 到底现在是谁要出来负责 那些5000万颗要被销毁的蛋该怎么处理 又是谁要处理 以及进口蛋是否已经流入市面了 这些数量有多少通通都还要再厘清 首先来关注 陈吉仲下台之后 行政院长陈建仁 今天他是率领了农业部的代理部长 陈俊继到立法院进行相关的专案报告 并且接受质询 不过就在前一天 农业部的次长杜文真 以及迅慕司的司长张经伟 他们就到民众党团来进行报告 也终于承认了农业部的疏失 他们说在业者自行进口鸡蛋之后 因为进口量的失控 而且效期不同 加上冷链保存不当 才会导致鸡蛋大量的过期来做销毁的动作 是农业部的思虑不周 资讯也没有掌握清楚 而他也提出了解方 未来由业者来自行进口 同时他们也会加强溯源管理 政府部门会随时保持开放的态度 接受监督 在事件的处理上会持续的改进 不过前一天 隔天张经伟他又改口了 他说对此严正的否认说绝对在会议中并没有提到所谓的进口量失控 还有业者的冷链保存不当 因此整体事件就变成了罗生门会议关起来 门关起来他们到底讲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 不过我们要检讨的同时 农业部他们在检讨的同时又不断的在道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又被爆出了改标的争议 台中的金宝公司还有德茂公司 他们受到了这个中央续产会的委托 把进口弹制成了这个冷冻杀菌的液弹 并且依照续产会的指示把这个产地都改成了台湾 没想到被台中市的卫生局查获并且移送法办 这一次农业部他们也不找借口了 是三度的来向社会大众道歉 表示说全案已经展开了调查 该负责任就会负责 我们来看一下一张图卡 可以看到现在国内前几名的蛋品公司也出包了吗 就是国民党的北市议员游淑慧 他昨天晚上就公布了一份资料 中央续产会的资料就显示发现台湾的蛋品龙头 就是这个情义蛋品 他们当初是进口了600万颗的巴西蛋 而且进口风暴延烧的时候 情义蛋品甚至发出了这个声明到各大通路 他表示说他们各大通路的蛋 百分之百都是国产的鸡蛋 绝对没有卖进口蛋 没想到现在却被发现这一份声明 已经悄悄的从他们的网页上面下架了 那游淑慧他也质疑了 说这600万颗的蛋流向到底去了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而且这600万颗有没有混蛋 已经要求台北市的卫生局来彻底稽查 那随着这个中央续产会的陆续解密 台湾这一波的鸡蛋风暴 食安问题恐怕才正要开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目前其实在台北新北 桃团台中还有高雄五个地检署 无论是民众告发或是检方来检报分案都已经依照设范 食安法还有卫造文书等罪要开始展开调查了 要追查出台湾究竟是谁在混蛋贩售 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 从事发到现在农业部都不断的强调说他们的进口策略是对的 并且是有助于国内的鸡蛋的平衡 鸡蛋的产量失衡还有价格都因为进口蛋而有所趋缓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从7月底开始农业部进口了1.4亿颗蛋 算下来不过是国内5到6天的需求量而已 而且还要销回5000多万颗 那到底这个进口蛋是平衡黑市的价格 还是其实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蛋机已经换雨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才恢复生产呢 这些都还要持续的在关注 加上我们即将进入秋天 接下来就是冬天了 是晴流感的浩发季节 我国的鸡蛋业者要做好准备的因应这一个冬天 以上就是本集的推播话题